加州出現第五宗死亡個案 確診個案有 247 宗 湾區確診個案亦突破200宗 三分次聯合校區昨日宣布停貨後 湾區其他城市的校區 今日陸續跟隨宣布停貨 Sanaclaro 院今日進一步限制聚會人數 Sanaclaro 院府下令禁止超過100人以上聚會 亦限制35至100人聚會 參加者必須保持六呎距離 發起人都要確保參加者沒有病徵等 另外宣布所有功效 下星期一起停貨三個星期 直至4月3日 Sanaclaro 院至今有79宗確診 當中有43宗社區感染 目前有37人住院 報導說 院府暫時為622人做測試 三分次市長布里德今天跟隨Sanaclaro 院的做法 宣布禁止市內超過100人聚會 禁令不包括車站、住宅樓宇、商場、超市等 此外有納例 暫時禁止業主以新型肺炎疫情為由 將無能力交租的租客逼遷 為期30天 租客如果因疫情導致商店關閉、損失工資、被裁員 或支付醫療費為由 而無法交租的話 業主不能將它逼遷 另外 三藩市聯合校區表示 學生停課期間會繼續派發免費早餐和午餐 由下星期二開始在特定地方領取先到先得 沃倫聯合校區今天宣布 明天起關閉下所有公立學校 直至4月5日 即是春假最後一天 校區辦公室仍然會開放 但會限制公眾出入 所有學校都要徹底清潔 其他停課的校區包括 Mount Diablo、Dublin、Antioch、Marine院、Saint-Mattel院及Parlay市等 在城河西有市議員提出 在疫症期間 立法規定員工每工作30小時就要有1小時的有身病假 在屋倫、勝利牙哥及三藩市等都有類似的法案 他們表示現在 加州法例的規定只是每年要有3日病假 完全不足夠 很多低收入的工人都沒有有新病假 現在在美加各地 多謝收睇到三藩市灣區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